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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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墾丁的香蕉湾 每年8到10月 墾管处就会到台26县 选择500公尺路段 机动封路 为了就是在傍晚的时候 让路线妈妈安全地过马路生小孩 各位看到的都是 原本都是路线的一个栖息地 但因为道路这样子开发下来之后 变成一路线的它的生态其性 它需要在繁殖期间 从山的这边往海的那边去做降海残暖的动作 那它会遭遇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路纱 也就是它在过这个马路的过程里面被车子压连 2010年的调查我们就发现 一个月它死了大概663只鹿蟹 其中有大概一半以上是鲍兰姆蟹 而且包含了一些大型的种类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鹿沙其实它可能造成鹿蟹的族群很大的一个威胁 Likewise, 这是县礁坊坊坊坊 Leadership 不好意思现在 我在做交通管制 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路线 它会从滑山那边 出来以海分降软 香蕉安A組呼叫 要幫助陸瀉掛馬路 因為不太可能一直工作 所以可能是時間一到太久了 我們就會以人為的方式抓起來 把它護送到靠海的那一邊 讓它叫來去採用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哇這隻大 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車子等一下等一下 喂喂喂 來來來草子草子草子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後面車擋下來了 好了好了好了 先加分錢 小心後面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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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隻比較大 這應該有標準六 緊緊緊抓在胸口 滿滿褐色的蟹卵 是鹿蟹媽媽最大的寄望 但並不是所有的母蟹們 都如此幸運 這個是剛剛因為 因為搶救不及被 被捕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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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到了 壓到了 但是它這邊有 摩的很窩 摩的摩的爆軟 這個齁 等一下直接給它丟到海裡 直接給它丟到海裡 直接丟到海裡 對對 直接從馬頭就丟下去 它出門 是這邊嗎 隨時都有可能被壓 因為車子很多 然後人有很多 就是腳的速度不夠快 隨時都 就聽到奇怪的聲音 然後就 又被壓到了 對啊 所以就想說 要積緊一點 來不及的遺憾 志工盡力彌補 至少保住了 鹿蟹媽媽 懷中的 心肝寶貝 那邊有兩隻 用水桶 大家不要去干擾它 有它不見得 它的暖態不見得成熟 它不見得露上來 而且你們可能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蟹子 所以請你們盡量不要去 干擾到他們 好不好 那民眾如果說 要幫忙的話 可以在那邊 那邊看到 如果說 鹿蟹過馬路的時候 那請民眾 幫忙告知我們 知道在做什麼嗎 保護鹿蟹 一定很有意義 因為要保護這些生命啊 透過這樣的活動 能夠了解說 我們怎麼樣在大自然 一個沙沙沖的情況之下 盡力而為 一場用命搏鬥蟹子的過程 只要人們願意 離讓停車 這些珍貴的小生命 就會更圓滿 停留大肚子 辛苦越過了重重險阻 到海邊產卵的路線 讓我們見證到了生命的韌性 而人類願意停下腳步 來保護這些小生物 這樣的事情也讓人覺得很歡喜 我們要請教 研究蟹類已經超過20年 人稱螃蟹博士的劉鴻昌教授 人們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 對於陸蟹家族有什麼幫助 我想對我們人類來講 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應該算是我們的贖罪 因為我們就是在 這些陸蟹必須要返回海洋的 這個半途之中 我們開車的馬路 然後又有很多的車輛在行走 那這些陸蟹因為它是從海洋 演化到陸地上去生活 可是他們的天性又必須 就是他們不忘本 他們又維持著 必須要在海洋繁殖的一個特性 所以他們不管住得離陸地多遠 他就是要回到海洋去釋放幼蟲 那當然經過這個 就是我們開車的馬路 就會被車輛壓死 可是當他必須要遠離洞穴 去海邊去飼養的時候 路上可能碰到惡劣的地形 碰到懸崖峭壁 它可能會摔死 碰到很乾燥的這個氣候 它可能會乾死 那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生物 鳥類啊 哺乳動物都是它的天敵 但也包括我們人類 最危險的動物就是人類了 對不對 聽說在民國88年的時候 還發生了震驚自然界的 露蟹捕捉事件 但那個其實是 鴨屎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在那個之前 從87年88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大量的人為捕抓 但那時候捕抓的目的是抓去刺 能把這些豹蘭母蟹抓回去 煮來刺 那到了大概就是 1999年88年的5月那個前後 那時候就是南部 就是中部的那個 龍板石斑的那個釣魚池 因為他們這個龍板石斑都是 釣了之後又賣回給那個 那個魚池的主人 就是反覆釣來釣去 那時候 因為必須就是你要去更換魚餌 這個龍板石斑才會上鉤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想到說 就是用陸上霸主 對水中霸主的一個對決 所以他們就到南部 橫沉漫島去收購這個大型陸蟹 那一至50塊 那其實很低廉的價格 我想陸蟹的價值 不是只有那個價格 但是在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概就抓了大概 一兩萬隻的一個數量 大概經過那個事件之後 後來因為我長期在那邊 演做陸蟹我們就發現說 整個陸蟹的族群 尤其是大型陸蟹的族群 這樣就很顯著的減少 其實到今天其實都還沒有真正的恢復 都還沒有完全恢復喔 因為大型陸蟹它生長速度太慢了 因為它長到8公分 可能要10到15年的一個時間 他們陸蟹最大可以長到13公分 那個可能要二三十年的一個時間 哇 一隻陸蟹要存活 真的是危機重重了 那麼這些陸蟹在今天 又面臨到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想這個陸蟹他們面臨的問題 當然第一個是棲地破壞 那不管是我們台灣西海岸的陸蟹 或者航村辦法的陸蟹 反正它們棲息的環境 可能因為工業區的開發 或者就是旅館民宿的開發 或者道路的開發 都把它破壞掉了 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當然這些陸蟹就無法生存 這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當然就是道路的陸沙 就墾丁的香蕉灣路段 或者在港口系的這個路段 我們大概一個月 墾丁那邊的大型路線 我們可以記錄到大概600多隻 但這個600多隻很小的數量 可是就是說因為它們都是爆蘭母蟹 加上它的後代的數量 可能是幾千萬隻 超過台灣的人口數 然後像那個 就是交流水路段那個 一個半月時 大概死掉6、7千隻的一個量 幾乎大部分 就到三、四十是爆蘭母蟹 所以那個族群的傷害是非常大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人為捕抓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 就是最近的那個 就是港口西口的那個紅螃蟹 這個紅螃蟹原本是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量 但抓到目前為止 因為它就是我們台灣用詐騙的方式 就說這個是從澳洲進口的這個 這個紅地蟹 那個是澳洲聖誕島 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大型路蟹 我們就說那個是聖誕蟹 然後就欺騙消費者賣給他們 但是實際上是從港口西 還有東部抓的這個紅色的螃蟹 那我們估計大概那個 紅螃蟹的族群量 大概可能只有以前的5%到10% 而且我們認為說 其實可能在一兩年的時間 就真的被抓到光了 所以我們以為呢 這個螃蟹大軍 好像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 橫著走 事實上呢 他們是備受威脅 而數量在減低當中 那台灣有什麼樣的種類的路蟹 這些路蟹呢 在世界上佔有的重要性是什麼 是 當然我們台灣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路蟹 因為像我們西海岸有很寬闊的草間帶 比如說彰化沿海那個草間帶 可能4公里到6公里 所以我們西部的海岸的這種草間帶路蟹的特性 就是住群量非常非常大 像我以前研究那個河上蟹 可能星球向上就1億字 我們估計可能整個西海岸搞不好是10億字 把所有的路蟹加起來 西海岸的螃蟹可能是幾十億隻的一個數量 這全世界很少有地方 我們恆春半島路蟹當然它就是一個 就是海岸林類型的這種路蟹 它這個它是多樣性很高 它的種類非常非常多 我們相關海岸裡我們是說 它的路蟹的種類大概是全世界 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種類其實最高的一個地方 我剛剛講的聖誕島 聖誕島它是局勢致命的路蟹之島 可是它這整個島的135千萬公里的島 它路蟹可能就只有15到20種 可是我們相較為一個 一公頃的一個台灣裡面 可能是26種的路蟹 所以你看一公頃就 路蟹種類就比人家多很多 對 那有沒有台灣的特有種呢 特有種就是溪流型的 像恆春半島內陸的溪流環境 它有什麼黃灰折蟹 袖色折蟹 然後是氫溪蟹 或者我們台灣其他地方的這種 溪流型的這種路蟹的話 那個全部都是台灣特有種 就只有在台灣才有的一個種類 當生態保育不再只是少數人的口號 位在屏東滿洲鄉的港口村 在20年前 村民呢 可是把路蟹當成是過街寒打的害蟲 但是在保育人士 以及肯管處的奔走之下 當年打蟹不遺餘力的居民 如今搖身一變成為路蟹最重要的保育兼 這裡是屏東滿洲鄉的港口村 也是路蟹的天堂 好多喔 這邊一個怎樣 這裡還要蟹嗎 對啊 這裡都是 這裡 但路蟹愛蟲蟲竹巢 曾經讓屋農養魚的港口村民 傷透腦筋 這就是那個人的空 這也是 這就是嗎 當然 今天挖這裡 明天挖那裡 田域跟田域之間的距離 差不多只有一只 所以它一天 每一個晚上 它可以挖好幾個洞 以前所以有一種藥 叫做什麼 就是專門在房子路線的 就灑在田域旁邊 那個路線只要走過 它就是那個 所小都斷架 補了又補 掛了又挖 幾十年來 村民和路線勢不兩立 不是把他們當食物 就是作為鮪魚蝦的耳料 讓路線一度面臨生存危機 國家公園也跟老民講勵 說你即使要抓的話 你倒不如保留它 還照顧它 然後讓外地的人來這邊觀賞這個 這邊 中型好像熟蟹 中型很漂亮 港口社區轉型發展生態旅遊 港口社區轉型發展生態旅遊 抓蟹殺蟹的村民們搖身一變 成了架勢十足的解說員 他要看牠如果蟹殺蟹不是那麼多的話 會比較暗色 我們要看牠的蟲 來 你看 好 爆彈了 好多喔 所以我們要保護牠 我們當初為了寫這個 晚上回到家裡 就是看筆記一直抄 一直看一直背 有時候都到凌晨十一二點了 如暑家珍 這些陸蟹專家 爪八角身影 眼睛比誰都利 這邊有一隻 哇 走進去 耶倫新戰線 歡迎講一下的 中華沙線 就是世界上訪的最快的冒線 一間的人都會從這個來吃 覺得牠也是一種稀有的東西 因為以前很多不覺得什麼 怎麼樣稀奇 現在變少了 才覺得牠的珍貴 從剛剛影片裡 我們可以看到港口社區的居民 從捕砂陸蟹 變身成為大力在推行 保育陸蟹生態旅遊 那麼請教的是 社區發展協會的楊理事長 這其中心境的轉變 以及體會是什麼 以前是不會在乎 這些小生命的存在 因為後來看到社頂部落 他們在發展生態旅遊 都做得很好 所以才發現說 原來這些生態資源 也可以給社區帶來機會 和發展的空間 社頂部落在你們的隔壁村 對 所以你就看到了鄰居是這麼做 你想我們自己也要來 後來我們隔壁村裡的社區 他們也是在開始保護 10月份過境的灰面鳥 然後他們就是以灰面鳥 和滿人溪 然後作為結合 作為生態旅遊的主角 後來他們也是發展得有聲有色 因為社頂部落跟那個里的社區 確實有影響到我 就在101年的時候 肯管處跟平特大的團隊 他們開始進駐到港口市區 那時候看到那個肯管處跟平特大的團隊 他們是非常的認真在教我們 有時候獵到生病了 他們還是不缺席 一樣的繼續在社區 來教導我們 來為我們上課這樣子 他們這種無憂無悔的付出 看在社區經營的心裡 都是非常的感動 我們也非常的感恩他們 我覺得我們自己真的很幸福 有這樣的團隊進駐我們的社區 就給你們一些的保育的知識 對 或許為什麼會補殺陸屑 是因為不認識他不知道 那現在有了這一方面的知識之後 你們現在就變成了保育的兼兵了 對對對 所以就覺得說自己一定要更珍惜 一定要更努力的在這一塊學習起來 充實自己的知識這樣子 跟珍惜身邊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保育的教育 真的是要在社區裡面扎根的 港口社區在轉變的過程當中 陳如剛理事長所說的 其實是有一雙手 一直默默的在旁推動社區的路線保育 那就是另外一位的現場來賓 長崎關懷恆春半島生態的陳美惠教授 您當初是怎麼樣努力的 讓居民開始有了這些轉變的 其實最主要是要給社區一個發展的目標 因為過去我們一般的居民 對於這些周遭的生態資源 他並不覺得跟他的社區發展 甚至他個人有什麼樣的連結 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讓居民 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土地 接觸他身旁的這些生物資源 還有整個生態資源 所以整個教育訓練的過程 除了這個觀念 知識的一種 一種學習之外 要花滿多時間 讓居民真正的走出去 然後去實際的去觀察 去調查 去記錄他周邊的這些生物資源 所以港口村也是一樣 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當他們在戶外做觀察的時候 他會開始感受到這些生命的奧妙 然後平常距離自己這麼近 可是通常我們就騎個車 或開個車就呼嘯而過 都不曉得他就是跟我們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課程的設計 除了室內的課程 我相信要有很多的時間 是跟著村民一起走到戶外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設計 就是要讓社區的居民成為一個地方 他們自己這個環境裡面的巡護員 監測員 因為他是一個巡護員 是一個監測員 他更能夠去感受到這些生物的脈動 對於他在擔任解說的時候 也會很有幫助 同時也會激起他那種 保護這個土地上這些生命的一種情懷 所以就是從認識到關心 然後到採取行動 整個那個教育訓練課程 就是希望能夠引發到最後這一步 就是我們所有的行動這一塊 所以就先鼓勵他們去觀察認識這些生物 比如說路線 這麼辛苦的抱卵過馬路 剛剛教授還說了 要走了六七公里路才能到海邊去產卵 現在居民了解了才能夠有那個同理心出來 才會有行動的 而這樣的觀念是不是也一樣 可以推廣到所有的生物 是啊 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像以前在剛剛村長也提到社頂 一開始他的保育也是因為保育虎皮蛙就開始的 過去當地居民會想說 小孩要等大人 就是要吃虎皮蛙燉蒜頭 所以那個時候他只有認識虎皮蛙就是用來吃的 可是當透過一系列的這個教育訓練課程之後 他開始重新去認識這些生命的奧妙 以及他在整個生態系對我們人 這樣的一種貢獻 所以整個就這樣慢慢就改變了 好像每次講保育都是一些喜歡愛鳥人士 愛蝶人士 愛蛙人士 事實上保育要做得好 一定要扎根在地方 因為這一群地方居民是跟他們最息息相關的 所以如果能夠激起在地守護這些生態環境資源的 這樣的一個力量出來之後 事實上我們整個保育效果會更好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到社區的時候 有時候光一開始講保育兩個字 居民有的很反彈 當初我在隔壁 也是我們港口村隔壁一個社區 是水蛙庫庫羅 我一開始說我們要來做保育 哇 他跟我說 居民說不要講保育那兩個字 他們聽到保育就會覺得阻礙地方發展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在做保育的工作的所有的人 都必須去想到就是我們要把環境資源或者是我們整個生態照顧好 一定要去關懷在地居民他們的一個經濟上的需求 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需求 那這樣子整個保育才容易成功 可能來到港口我們就喝個港口茶啦 然後來吃個港口茶做的那個好好吃的包子跟饅頭啊 那事實上是因為一個生物資源路線它的一個吸引力讓人家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的居民呢 我們的居民為遊客做解說服務 甚至帶領他們體驗 那除了可以得到這樣的收入之外 地方的一二級三級的生產 其實都可以把它連結起來 所以它就會變成形成一個很在地性的一個經濟 所以我覺得說生態裡確實是讓我們可以同時關懷環境 也可以關懷經濟也可以關懷它一個地方發展的一個很好的一個策略跟做法 肯定孕育著全世界最獨一無二的路線自然生態 他們的生存最大的威脅卻是來自於人類 所以下一次啊當您開車騎車或走路在肯定的時候呢 想要享受陽光沙灘的同時 請您一定要放慢車速啊 小心觀察有許多可愛的路線媽媽們 正在為延續他們的下一代而努力 所以請您要細細地體會這個生命的力量 進而尊重所有生物的存在 彼此共生共存 這些年代需要您我一起來 我們下周見